PROD 建于PROD 创意总监Milch Product 以下来与市场畅反调 一直PROD 的业绩持续低迷了很久在2016年 经过一系列检讨后Milch Product 终于妥协 为了适应市场 我们是应该做出一些扫折 修正门店 是水溪零售快闪电 现在年轻的设计师人才 以及提出数字化营销战略 PROD 365等措施 都是品牌为应对瞬息晚变的市场所做出的调整 尽管如此 PROD 业绩复苏 一直十分缓慢创意总监Milch Product 坚守品牌文化不愿重复自己的设计 亦不去盲目迎合年轻消费者 在其他奢侈品牌与艺术家 潮牌大谈合作时也坚守 自自己该有的步伐 但就像业界人士所言 吸引不了年轻消费者的品牌终究会被时代抛弃 PROD 1999 SF Non-Accentricity系列开启了 Ogly Chic 一直以来 Milch Product的设计都受了业内行家的追破 它的设计不一定有多好看或者多优扬 甚至被称为丑时尚 但它们仿佛在释放一种强烈的时尚信号 穿着PROD 也就时尚达人 因此 PROD仔细考虑 那考虑终于决定 重塑品牌经典让品牌重新筹起来 于是PROD2 018休东系列 便顺势诞生了此系列最新的尼龙腰包 发跟乐服鞋 漫画印花服装等都颇受年轻消费者 欢迎其中最值得一集的 便是该系列中的香蕉印花产品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 这就是艺术家Andy Warhol 知名的香蕉呀 做PRODFW 2018用 PRODSS 2011-2011年 PROD在走秀中 发布了一款香蕉印花白者群 受到了业内的任务 而现在 PROD将其重新带回了秀场上 经典的重塑 成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 当然在跨越了几十年之久的时光后 重塑的经典也并不仅仅只有香蕉 这一款还有 做PRODFW 2018用 PRODSS 2014 做PRODFW 2018用 PRODSS 2012 做PRODFW 2018用 PRODSS 1996 做PRODFW 2018用 PRODSS 2009 如果以上所述还不能让你直观的感受到 PRODFW 想要做出改变的决心 那么 小编还准备了品牌 2018秋冬系列的广告大片 大片由Willie Van Derpere 掌镜 呈现米蓝天际线下塔楼的壮观景象 迷宫 般的建筑 多角度楼梯 玻璃塔尖 每一张画面都换把色彩和女性的强大力量 演绎至高美学 整个画面色调迷幻 极致 深邃深处其中的PRODFW女性 如真 四幻 啊 真是爱死了 PRODFW的色彩被运用时不相瞒重拾经典 带来的影响比想象中要更大几日 PRODFW集团公布了2018上半参年的财务报告 在连续三年销售额不佳的情况下 成功扭转趋势 所有地区和产品种类的销售均实现了增长 至2018年6月30日的上半参年PRODFW的核心财务数据如下 以不变汇率计算 销售额同比增长9.4至15.4亿欧元 高于分析是预期的15.2亿欧元净利润同比增长11-1.06亿欧元 EBITDAC是折旧探销钱利润同比增长8-2.71亿欧元 EBIT同比增长16-1.59亿欧元 按地区在不变汇率下 亚太地区净销售额同比增长14% 大中华市销售表现尤为强劲 净销售额同比增长17% 预计在未来还将加速增长每周 净销售额同比增长8% 虽然汇率波动带来了不利影响 但由于本土需求上升 重新实现了增长欧洲 净销售额同比增长7% 销售状况没有受到游客量下降 以及欧元走强的影响日本 净销售额同比增长9% 由于游客增加和本地需求上升 销售状况重新实现了正增长中东 净销售额同比增长7% 重新实现了正增长按品牌在不变汇率下 净销售额实现了10%的增长 所有地区的销售都实现了正增长 没有没有净销售额同比增长8% 在所有地区所有的商品种类销售 都有所增加的品类在不变汇率下 批指净销售额同比增长2% 由于新产品的推出重新恢复增长成1 净销售额同比增长20% 其中新发布的Pro的和MeoMeo的度假系列 是销售增长的主要动力协理 净销售额同比增长4% 新运动协的推出引发了购买热潮案 直到在不变汇率下 零售区到销售额同 比增长10%批发区的销售额同不增长8% 虽然临新月的辉煌依旧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但有些事情 一旦开始了就是一个耀眼的希望线如今 奢侈品牌热衷于以合作潮牌 与艺术家的方式获得曝光率 但不免让人由新度曝光 是否会对品牌形象造成损害 相对而言 Nutra Product 对品牌文化的坚守 以及通过修缮容宅 建立艺术基金会 等下艺术是好的行为 倒是为品牌的长久贴了一份助益 另外品牌的2019 早春信率 也真的是在很努力的丑托着啊 丑下去吧 与其美地平庸 不如丑出高业绩 不如丑出高业绩 不如丑出高业绩